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好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四的第十二課 Example 15 幫助大家做exercise 十二D的十三至十五條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 要解決Tangent Theta Solve 即是找Teta答案 留意我們不可以不理這句句子 因為這句句子很重要 有時候不理都可能沒錯 但這條不理就不行 因為它限制了在某個角度 好了 來吧 做這些題目 將不是Tangent的東西先調走 調到這個樣子 然後就按機 留意我們要先按Reference Angle 這條題目就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我希望你再加進去 要按Reference Angle 是Alpha Alpha怎麼按呢? 就是我們要不按符號 如果你有看之前兩個example 就知道我們不按符號 好 只按3 over 2 答案是56.309 我們多拿一個位置 就寫56.3099 即是56.3099 這樣就10 10 算了 盡位 盡位 可以變成56.310 OK 這就是Reference Angle 這就是Step 1 Step 1 Step 2 Step 2 Step 2 就是我要判斷一下quadron 這裡也沒有 由於Tangent Theta 是小於0 為什麼小於0 因為是負3 over 2 負數小於0 所以這個θ 就Line in quadron幾 quadron幾 Tangent是負 Tangent是負 quadron幾 又默回這個十字 A S T C 這個quadron1 這個quadron2 這個quadron3 這個quadron4 好 默回之後 Tangent是負 即是沒有T 沒有A 即是24 24 24 24的時候 我們計個答案 就拿2 180度減 reference Angle 之前都說過180度減 reference Angle 2 360度減 reference Angle 就是3 得出這兩個答案 這兩個答案 你看到 為什麼這個要reject 為什麼要reject 原因是因為它 out of這個要求 它出了這個要求 我們就要reject了 對不對 我們就要reject了 OK 你要記住這些情況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答案 最終的答案就是123.7度 進了0.1度 這個就是答案 跟人家我們檢查一下 都可以reject了些東西 檢查一下 最反而是 2乘以聽盡 2乘以聽盡 1123.7度 看看是不是 咦都很近 都負染99 都似負3 那就是這個答案 OK 那短篇到這裡